大家好 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韩璐 身边这个车特别的火 哈佛大狗 可能有些朋友说 什么狗是什么车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哈佛大狗 它其实是长城这个集团 新出的一个叫 柠檬平台的第一款车 这个车它其实定位 是给年轻人所购买的一个车 外观非常的硬派 但本身还是一个 城市SUV的定位 我身边这辆是1.5T的 两驱车型 听起来硬件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全系有一个 2.0T的四驱版本 并且可以选配后锁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 一般城市SUV 没有选后锁这样的配置 所以这个车还是不一般的 当然了 2.0T的四驱车型 今天没有 我拿这样1.5T的两驱车型 带大家简单的体验一下 外观我觉得大家自己来看 首先你别管它 能不能真正的去越野 外观长得得硬气 现在又比较流行 这种硬线条的车了 最近也出了很多 哈佛大狗 就符合这种硬线条的 一个设计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选几个 相对来说有特点地方 跟大家展开一下 第一个 它这个前杠跟轮煤 都是这种防刮的材质 这个基本上怎么刮都还好 不至于说留下特别大的痕迹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省心的一个地儿 第二就是轮子非常大 2.356019 这个尺寸是很大的 所以显得它这个 不是一个小角的感觉 尤其侧面的视觉 再有一个就是顶上的行李架很粗壮 你要想装个顶箱之类的 看起来还是很结实的 底盘的离地高度 我觉得符合这个档次 应该有的SUV的水平 侧踏板不高不低 刚才试了一下 上下车还是挺舒服的 也没有突出车身太多 所以这个踏板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外观的细节就是这样 我觉得咱们到后面 看一眼尾箱的部分 好 我们现在视线来到后面 一转到后面 咔咔又自己打脸了 从这后面视觉看 这两个235的小腿 就显得比较窄了 这个小轮 刚才我还说 这个侧面 19的大圈 选择轮子很大 下盘比较饱满 但是这仅限于侧面视觉 到后面一看 这235有点窄了 我分析一下为什么 是因为首先它这个后面 露的轮子比较多 也就是这个后杠位置比较靠上 轮子一露多了 显得这个就比较细了 同时它确实235 对于这个车身来说 稍微窄了一点 我觉得到了245 可能会更加的流畅 跟舒服一些这个视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尾箱 这个尾箱是电动门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配置 但是我觉得这至少 是个次顶配 或者是顶配的配置 打开之后 问题出现了 问题就是 这个车的后背箱的地板 为什么那么的高 我刚才拍了哈佛的H6 H6比它要低一些 但是起码也在这个位置 它现在比H6还高 我以为这底下藏了 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对吧 你打开一看 发现这底下就是备胎 极特别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当然了 它这个隔断是可以分为两层的 你可以再往下放一层 那我就有疑问了 那你既然是这么大的空间 我把后背箱地板下 我少留一点 我多把这个门槛降低一点 多好啊 这样的话搬运东西就方便很多了 虽然这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能多装东西 比如说可以装全尺寸的备胎 当然了 它这现在不是全尺寸的备胎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搬东西来说的话 还是搬东西更重要的 同时它也挤占了一个标准的后背箱的垂直高度 所以我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留了这么大的地板下的空间 左边右边两个耳朵的空间 也是一种下沉式的处合 这是要扁量的 左边右边都有挂钩 并且这挂钩还是很深的 能挂不少东西 左边有12伏的垫 这都是不错的 放倒后背箱之后 可以跟第二排形成一个几乎于纯平的通体的大空间 如果你要是让我给刚才的后背箱地板高找一个理由 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 它想保证后排坐垫足够高 同时放倒之后还能形成一个通体的空间 所以才把整个后背箱垫进来 也只有这一个理由了 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后背箱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地板有点高 其他的还都是不错的 车内坐进来给人第一感觉 比外观更加的惊艳 更加的年轻 这个外观虽然有硬态的这种的风格 但是没有给我特别惊艳 特别意外那种的 我觉得还是介于城市SV跟硬态SV中间的这么一个融合 但是这个内饰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一眼望过去 这些位置都是这种的仿碳纤维的纹理 同时这些接份的做工 包括方向盘的手感 这些出风口的这样的设计跟配色 都是我这些年见过 不管是长城 还是哈普勒系 还是它的皮卡系列里面 最精致的一个做工 所以我对它的内饰设计风格 跟它的车自身年轻人的定位 我是要给一个满分的 非常的不错 但是有一个东西让我特别的费解 就是这个中间的液晶仪表 上面的小帽檐 这个帽檐好像只能显示档位 P档R档N档 不能显示其他东西了 这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大屏幕 这么一小茅檐的作用是什么 就为了显示档位 就让我有点费解 其他我觉得都还是挺OK的 配置层面 因为无法确认这辆车是不是顶配 所以没法进行深入的分析 假设这是一辆顶配的话 我觉得缺少一个座椅通风 因为这个年代 这么时髦的新的车型 座椅通风应该是一个标配了 尤其这种的 现在咱们十几万 配置都推得很高的流派的玩法 体验层面有点意思 这个体验跟全新一代 也就是第三代的哈佛H6 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这两个车之间的渊源 有点意思 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储盒 这其实跟H6是一样的 这边是充电板 只不过H6是横过来的 这边的储盒也样式差不多 底下也是镂空的设计 甚至这边镂空的位置 两边各有一个USB 12V的点击器在右侧 这跟H6都是一模一样的 中间这个储盒比H6 可能稍微再大一点 并且分两层的设计 这边是一层 底下还有一层稍微带拐弯的 同时这里面是带冰箱的 有一个单独开关 可以开这里面的 制冷的出风口 是不是出风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然后我发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杯件的储盒 这两边有两个小锁 这两个小锁往中间一推 这个杯件是能拿下来的 拿下来之后 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储盒 我不太明白 这个更大的储盒 单独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 一般都是杯件 会有人不拿这块放水瓶 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 总之挺有意思的 它的360环影还是不错的 首先相对来说 也比较清楚 你看我现在搁在倒挡的模式 它把我往后倒的视觉空间 都给你展示出来了 同时它用了一个 这种透视的功能 你看这边 这是理论来说被车身挡住 但这后面是它把直接的路面给你显示出来了 它用后面的摄像头给你打穿模拟的车身 还是挺有意思 然后这边的轮胎的角度 它也是随着你打方向 是可以转的 这都是计时的 所以它这个环影 包括这种透视的感觉 是便于大家倒车的 所以这个车机系统还是挺有意思的 它的车门上 有两个带着绑带的水平固定位 这两个位置是它的整车我觉得最体现像是硬派越野车这种风格的地方 前排的座椅 我觉得从蚁形包括到它两边点缀的黄色试条 再到乘坐的感觉我都非常的满意 这个座椅跟H6的座椅是一样的体感 都是那种海绵特别软 这样的体感的座椅就给人感觉是有那种陷入感 并且身体是很贴合以形的感觉 它这个皮面我现在不确认是不是皮的 但是摸的像是这种高档的合成格的材质 也是这种材质很软的皮面 所以不会出现什么海绵特别软 皮子特别硬 或者是皮子摸的手感特别好 但是海绵特别硬 这都是有提前的一些案例的 所以前排座椅的舒适性我还是挺满意的 尤其肩部这块也是能有支撑的 肥遗憾如果是顶配车型 没有自己通风这是遗憾 好我们现在坐进后排 超过两拳的腿部空间 这腿部空间还不错 头部空间也挺不错的 得于于它这种比较平比较硬的造型 所以留给头部空间也是挺大的 天窗也是沿在脑的正上方 所以这后面虽然是黑色那是 但是视觉的通透度 这种空间的感觉还是不错 车并不大 但是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后排的空间我是挺满意的 一些配置层面 不管是不是顶配 哪怕是次顶配 我觉得应该配隐私玻璃 这是不满意的 后面有两个USB 没有点烟器 有单独的空调出风口 这都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地方 然后就是座椅 座椅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海绵非常的软 同时不知道这是真皮还是仿皮的 座椅的椅面也很柔软很舒服 舒适性是真不错 舒适性还有一个体验 就是座椅的一点长度 及靠背的角度 虽然靠背跟全新的H6一样 都不能往后调 只能往前调放倒 但是靠背的角度 明显比全新的H6 角度更加的倾斜一点 所以身体坐着就非常的舒服 同时这个坐垫比H6也要长 完全蹭托住我的小腿一直到拐弯的地方 这个后排坐着真是很舒服 这个后排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为哈佛大狗 它最核心的一个卖点就是 它在了 这是云的系统 这个后排就可以成为这个车最核心的一个卖点 空间又大 对吧 座椅又软 椅面又软 角度又合适 真是挺舒服 这个后排 挺好 好 一圈静态的简单体验都已经完成了 至于说的驾驶感觉 虽然我们现在没开 但是这个1.5T的前驱的驾驶感觉 我相信不会比其他的长城系的1.5T前驱 有太本质的不一样 这辆车呢 这么看下来 起码1.5T的前驱版本 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城市型的SUV 仅仅是外观 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硬派的风格而的以 真真正正的 我觉得介于城市SUV跟硬派SUV中间那个车型不是它 而是它更大排量的2.0T四驱 带后锁的车型 那个车型才是真真正正的介于这两者中间的车型 我更期待那个车型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哈佛大狗 这么犀利名的应该体现的产品力 这个车嘛 就卖给年轻人当一个感觉就OK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韩璐